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我是曹鸡 今天带大家来到广东建阳 这里是帝都镇 今天来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古墓 叫做瓮梅在墓 其实这个瓮梅在墓 去年我已经有来这个地方看过了 但是去年来这里是杂草重生的 上次在视频的那个地方 那里是被杂草给覆盖住的 现在这个杂草已经是清除了 听说这个地方在以前是最大的一个明桃古墓 这个明赛古墓是温旺达的不清 我没在 在现场这里啊 这里我出了两只石像生 可以看见这个 当时这个墓区的土地并没有像牵塞那么高 由于这个地方 盛产一些红褐色的花岗岩 导致疯狂的彩蛙 一些石灰就慢慢的将这些给盈埋起来了 估计到时候在这个墓区这里啊 把这个泥土挖掉之后 应该可以看见更多的石像生 湖门在墓位于建安市中村区 帝都镇 山谷山 铁厂南坡 原站地150亩 是广东省现存最大型的古代墓站 由于墓地所处的地方 生产稀有红褐色石矿 近40年来 周围商矿遭到不禁彩石厂 开挖和破坏 导致商行改变 加上产矿遗留下来的石灰将原墓区众多古建筑 例如石像生等 也埋至地下两米生 长达十多年之久 原来壮观的墓区现在已不复存在 实在是令人可惜 据资料记载 周围明代古墓 是明朝家近年间 兵部上书汪汪达为其布亲温门在修建的 汪汪达是潮州区域实验中的重要人物 在工程名就之后 汪汪达回到家乡 为布亲修建了这座温门在墓 工程历史三年之久 也是朝山地区唯一的一座黄蜂印站古墓 随着近年来 人们对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 周围明在墓 现在已列出文物保护抢修名单之中 首批修部启动至今47万元已经到位 但是如数大规模的明代古墓 想要恢复到原先的样子 犹如杯水测薪 单单以现在的物价和人工 中期的工程修复和后期的管理等等 无意义是一个大考验 真心希望社会科技人士和问世后人能够探讨出一个确实可行的办法 共同将祖先留给下一代的宝贵文物好好保存下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的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